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这里是喜马讲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冰雪王国》 副标题是美国军舰珍尼特号的极地远征 这是一场史诗级的探险 十九世纪,北极点对人类来说还是个谜 传说,在北极的中心有着一片温暖的水域和一块丰扰的大陆 只要在环绕北极的尖兵之间找到一条通道 人们就能够到达那个传说中的美好地方 正是在这样的愿景之下 探险队纷纷前往北极 希望成为北极大陆发现的先驱 美国军舰珍尼特号就是其中之一 然而船员们不知道 自己踏上的是史上最悲壮的一次 北极探险 他们先是在寸草不生的冰面上 被困了将近两年孤立无援 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然后他们又在严寒中穿越了半个北冰洋 最终三分之一的船员成功抵达了西伯利亚 顽强地活了下来 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现代化装备的情况下发生的 这本《冰雪亡国》的作者汉普顿·塞兹 是美国的历史学家和记者 曾为国家地理、纽约客等知名杂志撰稿 他写过很多畅销的探险类非虚构作品 《冰雪亡国》就是其中之一 这本书是美国亚马逊2014年的年度精选好书 《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等多家知名媒体 也对他鼎力推荐 珍尼特号是如何陷入险情的 船员们在冰上都遭遇了什么 人是如何在完全失联的情况下 在极地熬过了两年多时间呢 我们的故事先从船长德龙说起 1879年 珍尼特号从美国旧金山岗出发时 德龙34岁 是一名美国海军上尉 深深迷恋着北极 六年前 德龙作为副指挥官 前往北极寻找一艘失踪已久的军舰 他在北极圈内 看到了这辈子从没见过的壮阔景象 那里有冰山 峡湾 海市蜃楼 血红的月韵 环斑海豹从冰层中探出脑袋 宫头巾 喷出水柱 这些地方人际罕至 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 德龙从此发疯似的迷上了北极 他滔滔不绝地谈论北极 整天埋头于各种北极文献和地图 用他妻子的话来说 北极病毒留在了他的血液当中 为了再去一次北极 德龙花了好多年的功夫 奔走募资 招兵买马 除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扬名立万 他还希望能够通过北极探险 为美国争口气 我们喜马讲书讲过南极洲这本书 书里讲到 早期的极地探险动机并不纯 探险家们代表的都是各自的国家 他们探险的主要目的不是科考 而是去争夺地盘 而在十九世纪大多数最尖端的极地探险都是由英国海军部领导的 德龙要为美国争光 但是在当时北极对于人类还是个谜 因为船只要到达北纬八十度附近的地方总会被浮兵挡住去路 北极点是什么样 没人知道 人类该怎么抵达北极 有没有不结冰的航道 冰上有没有怪物甚至消失的文明 甚至当时有人鼓吹 北极有可以通向地心的漩涡 这是真的吗 这些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们 关于北极 那个时候有一个盛行的理论 叫做开放极海 就是说北纬八十度附近的那一圈浮兵 像是腰带一样环绕着北极 再向北则是一片温暖的水域 这是因为有两条暖流会向北极提供热量 一个是全球最大洋流 就是咱们中学地理课本上讲过的墨西哥湾暖流 另一个则是日本黑潮 是北太平洋西部最强劲的暖流 之所以叫黑潮 是因为这条暖流携带了大量营养杂质 看起来颜色比较深 总之 这两条暖流一直向北极流去 探险者认为 暖流会在浮兵带冲出一个缺口 只要能够找到这个缺口 就能够进入那个温暖的 绿草如荫的极地 有人甚至认为 在那片温暖的北极海域 可能还存在着与世隔绝的文明 开放极海的理论影响甚广 有些出版商干脆在地图上 把地球顶端标记为开放极海 就连英国海军部也把北极标示为一片 基本无冰的海域 在那个极地科学不发达的时代 开放极海理论有许多支持者 其中最强有力的一位是德国地理学家 这个人很有意思 他虽然是一位北极专家 但是从来没有去过北极 一生中去得最远的地方就是美国 所以他被称为摇椅漫游者 意思是足不出户的研究者 他很少像别的地理学家那样 四处旅行考察 但是善于搜集探险家们最新的考察成果 再让手下的制图师整理成地图 由于他的研究所 出版着世界上最精美的地图 他便成为了当时全球最有名的地理学家之一 彼得曼得知德龙要前往北极 对他表示大力支持 并且能热心地提供了自己 纸上谈兵的学术建议 在当时探险船都是沿着格林兰岛前往北极的 彼得曼却建议德龙走白令海峡 这条从未有人试过的路线 白令海峡位于亚洲最东点和美洲最西点之间 他南接太平洋 向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北冰洋 为什么选择白令海峡呢 彼得曼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 白令海峡正是日本黑朝向北冲破尖兵 直达北极的通道 第二 根据一些地图和传说 白令海峡向北部远处 有一片神秘的跨越极地的大陆 名叫弗兰格尔地 彼得曼坚信这片陆地周围就是开放极海 战略价值相当高 一旦德龙登陆就可以宣称这块陆地归美国所有 今天我们都知道 开放极海这些理论都不成立 可是呢 在当时 他们呢 却是有着相当的说服力的 于是呢 以白令海峡作为入口 寻找弗兰格尔地和开放极海 成为德龙北极探险的目标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探险可是一场烧钱的运动 钱从哪来呢 德龙很幸运 遇上了一位堪称知己的金主 贝内特 贝内特是纽约市第三大富豪 先驱报的出版人 当时 先驱报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最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 贝内特很懂得如何让新闻抓人眼球 因此 报纸销量非常好 而且他自己就是个户外和探险活动的爱好者 他相信 解决这种地理谜题 不仅能够传播知识 还能够让他的报纸大卖 所以说 当德龙找上了贝内特的时候 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贝内特慷慨出资 支持德龙的北极探险 并将探险船 用自己的妹妹珍妮特的名字来命名 这呢 也便是珍妮特号的由来 1879年7月8号 珍妮特号从美国旧金山岗出发 全城百姓涌向码头 警察不得不靠设置路障来维持秩序 这条船不仅承载着德龙自己的野心 也肩负着整个美国的期待 这才刚出发 德龙就成为了美国各大报纸 交相吹捧的民族英雄 有的报纸呢 甚至宣称 在珍妮特号面前 连哥伦布都相形见处了 当时美国正处于著名的杜金时代 意思呢 是这个时期大量移民来到美国 整个国家的经济突飞猛进 财富迅速增长 珍妮特号可以说是杜金时代的缩影 船员们有的来自于德国 丹麦 爱尔兰 芬兰 苏格兰 挪威 俄国 还有三个华人 这三个华人呢 分别是厨师 乘务员和船舱服务员 船员们都是怀着美国梦 希望能够和珍妮特号一起 发现北极建功立业 最初的一个多月呢 航行是相当顺利 他们越过了白令海峡 沿途还购买了40只雪橇狗 9月4号 在出发近两个月之后 船员们竟然看见了他们的目的地 弗兰格尔地 他们起初呢 以为那是海市蜃楼 但是经过仔细观察 确认那是实实在在的陆地 幸福来得如此突然 整条船的人满心狂喜 但是很快 剧情逆转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就在他们距离弗兰格尔地 越来越近的途中 船轰然陷入巨大的浮冰之中 这些冰块从四面八方向船挤过来 把船死死咬住 船员和狗 跳到冰上 用尽全力拖拉船只 但是没有用 冰慢慢合拢 把水路堵死 想象一下 即便船头好不容易劈开一条裂缝 让船身勉强通过 再看船尾 那条缝隙又闭合上了 船呢 其实是在冰层中间 硬往前击 这样挣扎了三天 船彻底动在了冰上 一步也动不了了 这实在太尴尬了 德龙原本计划在弗兰戈尔地度过漫长的寒冬 而现实呢 却是弗兰戈尔地就在眼前 他们却寸步难行 从船洞上的那一刻起 珍妮特号将被困在冰上整整673天 其中有约一半的时间是漫长的集夜 船的附近除了冰还是冰 你可能要问 他们既然都能够看见弗兰戈尔地 为什么不早点弃船上岛呢 因为在海上看见 可能距离还是很远的 而且呢 在广袤无人的北冰洋 只有船才是他们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说起来你可能不相信 虽然船员们在冰上被困了两年时间 但是他们不仅全都活了下来 而且呢 过得还挺好 这是因为珍妮特号携带了足够全体33个船员 健康存活三年的补给 他们储备的食物量大而且丰富 比如他们带了20多吨的肉米饼 重量相当于十几辆家用小轿车 这种肉米饼是用干肉 莓果和脂肪做成的肉干类食物 原理就像是压缩饼干 个头小 但是呢 热量高 此外呢 他们还有各种罐头食品 熟肉 酒 以及可以预防坏血病的十几桶浓缩柠檬汁 有的时候呢 他们还能够在冰上 捕到一些北极熊 海豹 海象之类的动物 华人厨师呢 是就地取材 做出了海豹肉馅 油炸面团 海象腊肠 这样的美食 除了吃 他们呢 住的也还不错 珍妮特号的煤仓 经过改装 可以装超过132吨煤 那么此外呢 贝内特还花了几十万美元 专门租了一条船 为珍妮特号提供额外的煤储备 虽然被困的时候 补给船已经返程 但珍妮特号剩下的煤 足够他们用上三年 船员们在出发之前 曾经针对北极的严寒天气 彻底改装了珍妮特号 比如用厚毛毡 做成隔热层 安装在客舱和前甲板上 还在阿拉斯加订购了 足量的皮衣 皮靴和毛毯等用品 这样一来 虽然外面天寒地冻 但是回到船舱当中 人们还是可以舒舒服服的 吃饭工作 唱歌 打牌 德龙知道 在北极的漫长极业当中 人很容易患上 抑郁症之类的精神疾病 为了保证船员的心理健康 他打造了藏书丰富的图书馆 一流的衣物室 精选的游戏和娱乐设施 一台小风琴 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弹奏乐器 唱歌 以至于德龙都感叹 我都想组建一支唱诗班了 虽然在冰上与世隔绝 但是船员们的生活还挺精彩 他们穿上滑冰鞋滑冰 在浮冰上踢足球赛 夜里有基础航海客 华人厨师阿三和查理 保持着中国人的独特爱好 忙完锅碗瓢盆之后 喜欢跑到冰上 放五颜六色的风筝 总之 德龙为珍妮特号准备的各种玩意儿 数不胜数 比如十月之后 逐渐进入集夜 他们便接上了爱迪生刚刚发明的电灯 想借此挨过漫漫长夜 可惜呢 由于装置进了水 电灯并没有亮起来 他们还订购了 贝尔实验室的新产品 电话 这是因为德龙想在小分队 去冰上探险时方便联络 但是由于同线受潮 电话无法传导信号 冰上打电话的时髦计划 就这样破灭了 与此同时 珍妮特号失踪的消息 已经传到了美国 美国各地的报纸都在呼吁 人民必须知道 德龙和船员们在哪儿 美国几次派出军舰 搜救珍妮特号 但是因为珍妮特号 飘得实在是太远了 太深入北极腹地了 每一次搜救 都是无功而返 就这样 珍妮特号在冰上 度过了两个新年 不得不说 船员们的神经 真的够强悍的 在北极最冷的时节 他们还能够喜气洋洋的 搞圣诞party 丰盛的年夜饭 从前菜到甜点 啤酒 一样都不缺 还有一道叫做 北极火鸡的主菜 其实是烤海豹肉 他们跳踢踏舞 演奏小提琴 猜谜语 表演脱口秀 华人厨师阿三和查理 还演唱了粤语民谣 当然 讲了这么多 他们自己找乐子的故事 你可别以为 船上生活就真的像是嘉年华 绝大多数的日子当中 船员们需要忍耐 慢慢长夜寂寞 以及枯燥无味的生活 他们还遭遇过 险些全员丧命的危险 有一阵子 他们身上先后出现 奇怪症状 疲倦 没有胃口 体重减轻 贫血 有的人还尿血 医生推断 这是千中毒 如果不尽快找到污染源 所有人很快都会精神错乱 肾衰竭乃至死亡 可以说探险队的生死存亡 寄予一旦 直到有一天 一个船员在喝番茄汤的时候 嚼到了一颗金属小球 医生这才受到了启发 检查发现 这块金属球就是千 原来 他们的航行太过于漫长 连番茄当中的酸性物质 都和密封罐头的千汗料 发生了化学反应 导致他们的番茄罐头 都被千给污染了 而这些番茄罐头 可是预防坏血病的珍贵蔬菜 德龙为此大发牢骚说 好不容易前两年没得坏血病 第三年差点被致命的千中毒害死 真是得不偿失啊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 珍妮特号成为了滨海上 缓慢漂流的一座方舟 他随着浮兵不断移动位置 跨越了大片北冰阳 却始终没能脱困 就这样 珍妮特号就在浮兵上 绕着弗兰格尔地转了一圈 通过观测 德龙发现 弗兰格尔地并非是彼得曼所说的 是一片跨越极地的大陆 只是一个岛而已 那这附近呢 也没有什么开放极海 北极更像是被一片 不断变化的冰盖笼罩 还有 所谓日本黑潮冲出的缺口也不存在 事实上黑潮在离开日本 进入公海之后 强度减弱 不可能把足够多的热量送到北极 他们根本不可能航行到那 1881年6月 北极夏季到来 太阳持续照耀 船身附近的冰块开始松动 6月11日午夜 大多数人正在熟睡 冰面突然裂开了缺口 珍妮特号滑入了水中 被冻在冰上673天之后 珍妮特号终于漂浮在了水面上 不过好景不长 第二天下午 突然一声可怕的摩擦声传来 船体到处开裂 原来由于长期遭受浮兵的挤压 珍妮特号早就百孔千疮 船身开始漏水 很快便沉没了 德龙只好宣布弃船 在很短的时间内 带领船员迅速将重要物资 抢救到冰面上 那一天33个人带着几十条狗在冰上过夜 眼睁睁看着珍妮特号一点一点的沉没在水下 船沉没在北纬77度 距离北极点仅1100多公里 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 但是对于船员们来说 抵达北极点已经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们与世隔绝 也不可能得到救援 唯一的希望就是徒步前往俄国的西伯利亚 而那也是在1600多公里之外 可就算是他们能够幸运地走到西伯利亚 活下去的概率也很小 因为那里地广人稀是一片永久冻土 自古以来就是俄国沙皇流放罪犯的地方 除了极少数的人类定居点 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是广袤的无人区 但是德龙没有别的选择 不去西伯利亚就在冰上等死 他只能够带领船员们开始冰海长征 如果说之前被困冰上的600多天 还有船舱可以保护他们 现在他们直接暴露在北极的极端环境之下 夏季的北极冰面就像是个迷宫 由于温度上升 浮冰融化 冰上布满裂缝 船员每天在冰水当中跋涉12个小时 还带着8吨多重的补给和装备 这么重的东西 他们一趟根本脱不完 需要来回搬运两三趟 这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实际上就要走五公里 他们过得就像是牲畜一样 和狗一起拖拽沉重的装备 但是他们必须争分夺秒的前进 因为他们带的补给只够吃60天 而且必须在冬天来临之前抵达西伯利亚 否则不是饿死便是冻死 除了劳累 潮湿也让人难以忍受 每走一步 他们的靴子里就会喷出水和雪浆 睡觉的时候 人体自身的热量会融化毯子下面的雪 很快整个人就会躺在冷水坑里 这样每天在冰水当中负重前行 时间一长没有人受得了 有的船员因为过度劳累或生病而倒下 只能够躺在雪橇上被别人拖着走 这样一来更加重了队伍的负担 每个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血盲症 烂脚病和肠胃疾病 医生不再记录伤病 因为他的止痛药已经发完了 很快有的人精神失常了 他们会无缘无故地扔东西 咒骂 连狗也疯了 有的狗发作严重癫痫 有的狗突然对同伴发起猛烈攻击 狗的发疯到底是因为生病还是过度疲惫 不得而知 但是总之 他们因此失去了一大群狗 更令人沮丧的是 行军八天之后 德龙经过测量发现 虽然队伍一路向南 但是他们实际位置却更靠北了 原来他们是在兵上走 而扶兵向北飘移的幅度 超过了他们向南行径的幅度 德龙根本不敢把这个发现告诉大家 他害怕整支队伍会因此彻底绝望 只能够向自己的心腹梅尔维尔倾诉 梅尔维尔是全书当中第二重要的角色 他登上珍妮特号时38岁 是一位机械工程天才 曾在美国海军造船厂工作 是德龙最为重要的助手 但是梅尔维尔认为 其实大家都猜到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们的脸上布满了失望和猜疑 于是梅尔维尔干脆宣布真相 他说眼前的形势实属无望 逃命途中 德龙和他的队伍又戳穿了 彼得曼的一个错误理论 彼得曼认为北极冰块是淡水 但是他们检测发现是盐水 他们喝了一个月的盐水 这让他们的身体变得更为糟糕 如果再找不到淡水 很可能他们在冻死和饿死之前 就要先因为摄入过量的盐而死去 7月12号 也就是珍妮特号沉没后的一个月 船员们的命运出现转机 那天早上 船员看见有什么东西在地平线闪烁 原来那是一座岛 行径的路上 海鸟海豹越来越多 还有人看见了蝴蝶 这说明岛上有着丰富的动物资源 研究地图之后 德龙确信 他们发现了一座新的岛屿 陆地意味着食物和淡水 他决定调转方向 直奔这座岛屿 此时另一个好消息 也让他们精神振奋 梅尔维尔测量发现 过去的一周 他们朝南行进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冰面北夷的速度 也就是说 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确实在逐渐的靠近西伯利亚 继续行军十六天之后 德龙他们终于上了小岛 陆地上到处是奔腾的湍流 冰川 几千只鸟儿在天空飞翔 此外 岛上还有熊 狐狸 兔子 以及松鸡等多种动物 有人感动的落下了眼泪 这个时候 距离他们从旧金山扬帆起航 已经过去了753天 德龙用金主的名字 把这个岛命名为贝内特岛 贝内特岛就好像是上帝 伸下来的一只手 将这群人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 他们在岛上喝的是甘甜的冰川溶水 还用篝火烧热水 起了几个月来的第一次热水澡 他们采摘野草 捕捉海鸟 那些精神崩溃的家伙 在这里也变得正常和快乐了 但是他们只在贝内特岛上待了八天 因为北极的夏天快要结束了 留给他们逃命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们之前从船上带出来的物资 还有三艘小船 此时他们发挥了作用 接下来的行程当中 他们有的时候能够在水中滑行 有的时候却不得不凿开扶冰才能够前进 条件太过于艰苦 终于连狗都受不了了 一天 三艘船刚刚在一块扶冰的边上蔓下来 四条狗就跳到了冰上 蹦蹦跳跳的跑掉了 但是由于逃命时间太过于宝贵 船员们都没法上冰追狗 当晚他们听见了那几条狗在扶冰上哀嚎 几天之后 又有几条狗逃上了冰面逃跑 最终他们不得不把所有的狗都杀死 因为德龙不想让狗再走丢 那只会让他们在冰上活活受罪 直到饿死 8月20号 离开贝内特岛14天之后 德龙在望远镜当中看到了新西伯利亚岛 这是俄罗斯在北冰洋中的岛屿 这意味着他们总算是来到了已知的世界 由于距离西伯利亚越来越近 海滨融化 船队终于进入开放水域 但是海上航行并不比冰上跋涉舒服 暴风雨说来就来 冰水把每个人浇得浑身湿透 而且他们随时都有可能掉进海里淹死 1881年9月 汽船逃生90多天之后 他们终于抵达了西伯利亚的勒拿河口附近 这时 他们距离陆地只有一百多公里了 勒拿河发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山上 是全世界第11长的河流 向北流入北冰洋 由于北部结冰阻塞 河水在入海口处受到阻力 四散成无数条水道 因此形成非常复杂的三角洲 按照船员们的计划 到达勒拿河口之后 他们只要沿河流向南航行 终究能够到达某个当地人的聚居点 那时 他们的千里冰上大逃亡 便可以宣告胜利结束 但是 这最后的一百多公里 却是整个逃命途中最大的考验 冰上跋涉再辛苦至少还能够落脚 而现在 他们面临的是茫茫大海 这三条小船早已经破烂不堪 极有可能被海浪卷走 打碎 就算能够渡过大海 他们也一定会在暴风雨当中走散 于是 德龙下令 一旦走散 便在海岸上游一个叫布伦的地方集合 终于到了最后一刻 此时 所有人都还好好活着 三条船互到好运 背水一战 直接向河口冲刺 果然 经过三十四个小时的航行 三条船在暴风雨当中走散了 最终 只有两条船抵达勒拿河口附近 另一条 永远消失在冰冷的海水之中 其中 梅尔维尔领导的小船运气较好 登陆位置靠近人类聚聚点 很快被当地土著 厄温客人救走 德龙的小船却很不走运 登陆点是远离人烟 但尽粮绝之际 德龙派出两个体力最好的人 继续向南走 寻找救援 这两个人后来被当地的土著搭救的时候 意外地遇见了梅尔维尔 在获知德龙小船队所在的位置之后 梅尔维尔带上向导回去寻找 遗憾的是 没能找到同伴 但是呢 找到了德龙买好的航海日志等文件 从而带回了珍妮特号 整个探险历程的完整记录 幸存者们后来被俄国官员救走 此时 珍妮特号失踪 早就成为了举世瞩目的大事件 这些人的获救 自然成为了俄国的大新闻 梅尔维尔呢 也是因此获得了当地总督的支持 得以带领一支队伍 回去继续寻找德龙 但是 当地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 当梅尔维尔终于找到了失散的同伴时 已经是第二年的事情 此时德龙等十一人已经被深深的埋在了雪下 在两名求生船员离开后 剩下十一人日渐虚弱 开始啃食自己身上的鹿皮衣 旧靴子 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死去 德龙在日记里 一一记下了队员死去的日子 等到第二十一天时 德龙的日记结束了 德龙的身旁是自己妻子亲手缝制的 本打算飘扬在北极上空的旗帜 根据梅尔维尔的勘查 现场尸体保存完好 没有同类相识的迹象 队员们同生共死 将人类尊严保持到了最后一刻 珍妮特号的探险 从1879年到1881年 一共持续了两年多 33个人 40条狗 最后只有13个人活了下来 德龙以及同伴的遗体 后来由美国海军和俄国政府 联合安排一场盛大的送葬仪式 运回美国 葬在公墓当中 在俄罗斯 探险队先后发现的那座岛屿 被统一命名为德龙群岛 梅尔维尔回国之后成为英雄 他后来晋升为美国海军总工程师 在他的监督下 美国海军舰队大规模重组 完成划时代的改革 他还写过关于珍妮特号探险的畅销书 誓死捍卫德龙的名誉 如今梅尔维尔奖是美国海军 奖励航空工程成就的最高奖项 珍妮特号航行之后 再也没有人提起开放极海理论 不过最近的气候预测显示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 到2050年 北极浮冰将在夏天全部融化 将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开放极海 好 冰雪王国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